有你幸福 共住花团禁宿 好幸福 嗨 女朋友好 感謝指示人給我這個機會 我叫劉秉晨來自南口 那今天可以來到這個系統 真的是應該是要感恩 我的頭髮跟我的生日的走酒 今天就要靠近 好 明明有時候只能夠閉兩天 對 好 嚴格真真 這算是因為我這三年來 真的很低谷 一年兩張子都回去了 四年也就沒有了 那當下我就想說 人生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婆婆會長得優秀 我先生會長得優秀 都是在一個醫療私事的中間 想回去的 不知道在他們的計劃 每一個醫院他們堂堂 母子都真的說 媽媽我要助理 活到120歲 我一定要活到百歲 因為我們的同業 很多的長者 到100歲還可以把脈門整 我一定可以 沒有想法就是在一個人 手指之中就回去了 好 我這邊插個話 然後品辰再稍微試一下 呼吸一下 因為有一點聽不太清楚 他的那個講話 那個品辰他是一個 以前他們是男童很大的 中醫場所的老女娘 但是現在都是不適合 什麼都沒有適合 我是一個人 好 那當下我就想說 人生到底為什麼 所以我就變成 每天就是躺在床部上 也不知道吃飯 也不知道吃飯 然後我的孩子就說 媽媽 我這樣不要去台北 我在這裡陪你一年 就這樣子 過了一年 我沒有改善 其實第二年的時候 我的女兒說 媽媽我要換一個環境 我要到高雄去 你陪我去好不好 因為他很不高級 我留在家裡 那我就是去高雄去的一年 但是也是一樣 就是像那個 益仙姐講就是 女朋友說 我不會跳 女朋友說 我不會跳 我這應該是像那個 佩羅的女朋友 這樣子就過了65年 但是真的很幸運 這個系統 有能夠踏進來 就像一個打不死的蟑螂一樣 我在這裡待了兩年的阿呆 老實說的那個阿呆 是一個就是我 我在民國107年的7月11號 去私底買到這本書 那當時我是一堆腸的迷亡 我自己到底還是往哪裡去 所以就在網路上去搜索 把他做的生命運動 來這個系統 然後我就打電話 他聽起來 那之後就告訴我說 欸很簡單啊 附近的那個經驗會 你就可以去參加 就可以當到這本書 那當下我非常的急 我說那時候剛好是老師 要辦活動 所以這個經驗會都停止了 那我跑步還會聯絡到那個 靜美節 那時候他是在朝著 經驗會當主持人 他說 喔 你真的那麼急喔 那好啦 明天晚上好 那個陳柯大哥那裡有一場 我跟林運長會到 那你可以過來 然後這個我就過去了 我因為自己上網去找的 我是非常的渴望 又非常的需求 但是為什麼 我就看不懂這本書 我非常認真的在看喔 然後運長一直在聽喔 那今天會一直在追喔 我是真的都不懂是什麼 這個動心我的動心都不太會做 直到7月27號那一天 感謝陳美姐 他真的非常的熱情跟我指引說 要怎麼做要怎麼做 然後也是要感謝林運長 這樣的 聽說就是說 那一句話說過了 欸 欸 長輩跟小孩的那個期望就要怎麼 愛之聲真是切 好 他重重的齁 點點我一下 第一次 我真的是 那個心整個都揪在一起 馬上那個眼睛就 嘶 我說好 我知道耶 第二次 然後我跟陳美媽媽說 陳美媽媽說 你的你好兇 陳美媽媽說 你不要管他 他一樣對我好兇 他說喔 好 我知道耶 那我回去跟我說 我跟妳說 然後妳這個 妳的個性就是 惡人西要惡人治啊 所以這樣子 然後我不知道有這個叫做 那不知道哪一天 有一種 應該是 喔 對對 當下 音樂就說 你為什麼不知道 德加里人號教室來 那妳的營養很好 我說 喔 怎麼叫德加里人號教室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真的 來了兩個 我真的什麼 我都不太清楚 包括 老師的Q&A我也去參加 老師的實驗職 我也參加了兩場 然後老師的音樂會 我也參加了一場 但那個營養的音樂會 我也有參加 但是我都不得在手指 我之前回想起來齁 即使在那個 6月27號 那一場的實驗職 其實我得到禮物 我真的想起 我有得到禮物 真的 我有得到禮物 在這部之前真的是 啊 大理家不是什麼 你得到 那我為什麼回想說 我有得到禮物 因為我們家 我來那兩間房子 一個藝龍 就是我們 也診所的人 在做診所 那 我這一次營養以後 就空在那裡 那小時候應該注視器啊 要不要 我又有一個收入啊 結果 有很多人來看 有很多人來講 就是都沒有辦法簽 但是我三個那一堂課了以後 還是不知有一個 A4的指導環繩 那我就提到我寫到這一項 我說我的房子 能夠趕快有一個人來支 我願意齁 在這個資金裡面 撥之十分之一 來做回饋之位 有意義的事 好 結果真的第二天 那個醫療體系 就來跟我簽了 而且一簽就簽10咧 哇 好爽 他現在營業了兩三個月而已 因為現在是病毒的期間 所以業績也好 一直都要拉上來 但是我看他們的醫療體系 還蠻健康的 我們是做一做 中醫他是做西醫 那當初他一支我們房子的時候 他們是想要做中心的電 因為我的產地夠 結果我男的衛生體 不知道為什麼不讓他夠 所以他就在旁邊 他們又出了一間 本來是要當廟集 我看到他現在已經在籌備 說下個禮拜給我開幕 做中醫 所以他們的醫療體系真的很大 所以我真的很謙虛說 真的真的 都是老子在偷掌 你看喔 在這個之前 我一直都沒有發現說 我的孩子都因為蠻優秀 其實在這段時間 老師所講的 尹部長所講的 我尹部先生所講的 都是那麼正向的語言 但是我都做不到 聽不到 我女兒現在我在跟他交談 他說 有沒有 你都說 你不記得 你沒有聽過 你都逃避了 我家小孩是這麼優秀 我真的真的 像我小的兒子啊 真的我會為他非常的擔憂 老師說不要擔心 要為他做什麼 你知道我兒子都優秀 你知道嗎 他看我家一個五種口 我都說 然後我可以建立你 異性子做一件事情 那你說話都沒有邏輯 你幫別者三個重點 再去收拾 粉絲溜笑 但是我都聽不清楚 我都聽不到 來到這裡 你被媽才放行 真的感謝 真的感謝 那我就回家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評審的分享 謝謝